加益舊監獄 對於我以往的印象就是說 它是一個懲罰罪犯的場所 它比較正面的就是說 它是百年古蹟 值得去保存這樣 它是一個木造的監獄 它是用當地的一個檜木 來建造的 採取的是放射性的一個管理 在全世界這種 美國賓州式的監獄 木造的只剩下兩座而已 一座是在日本的北海道 那一座就是在我們現在台灣的嘉義 我覺得是非常的珍貴 未來這個場域也可以做一個很好的 法治人權教育的地方 它是一個在台灣來講 保存的最完整的日治時期的監獄 而且不只保存完整 它還有這個 預證人員的這種居住的區域 生活的場域也同時存在 還有那個生產這樣的一個地方 所以那個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這樣的一個場域 以古蹟的那一種整修的歷程來講 每到十年大概它都要一大修 如果你不利用的話 前面都擺做了 就整個維護館你來說 尤其這邊的木構那麼多 你如果都沒有人走動的話 你白衣怎麼防治都沒辦法玩著 還是要有人走動 那有人走動你就是要活化再利用 但是這個叫我們來做 可能會有心有疑慮不足 我們採取是開放性的態度 我們不設限說 我們一定要採取什麼方式 外面的學者專家 還有青年學子 一起來討論說 我們應該怎麼樣的來運用 現有的這個國丁古蹟嘉義就監 監獄本身過去是一個封閉的體系 不只是一個精神山的封閉 它的圍牆 這些本來就是一個 監禁的這樣的一個場域 所以開放民眾採取這個是很重要 讓新的概念以及新的體驗 可以進入監獄這個場域 那也才能夠有機會去反轉它的負面形象 對於嘉義市民來講 它有另外一個層次的事情 因為這個跟它生活直接相關 怎麼樣去讓這個場域 跟嘉義市民的生活 可以有扣合的機會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是個所謂的 作詞&字幕組織